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歐頭妹 歡迎回來我們的方舟生存進化的科技模組啦 好久沒有回來了 老頭呢因為玩了太多遊戲 把方舟擱置在一旁 讓想看方舟的人沒辦法看 實在非常的抱歉 不過呢今天呢我們就是要繼續玩我們的方舟 那我們要把我們方舟這個新模組裡面的東西呢 一一把它擺出來玩笑 那上一集還有一集上上一集 我們大概就召喚了這些 我們最後啟示啊鋼鐵愛國者啊 好以及這個 晴天柱啊 然後還有的鋼鐵人 還有上面是一個 好像也是鋼 好像也是變形金剛的 某個角色吧 我就覺得蠻帥的拿雙刀 然後還有這個變形金剛的機器人 大概就這個樣子 那我們今天呢老頭想要直接就是你知道嗎 馬上就直導黃龍 嘿直接就往前衝了 我們就不管了因為老頭比較好奇的是 這邊陸地上的生物一卡車有什麼 啊那之後這個都召喚完畢老頭應該會想要看一下這邊的 這邊的其實也很多 這邊的老頭應該也會花一點時間把它全部召喚出來 喔他們這邊有上面有寫了這隻這個藍圖每一隻都要使用審判之劍巡浮 可是我不知道審判之劍是什麼 而且我也不知道從哪裡獲得 然後從我的藍圖上面我也找不到 啊我也找不到 啊然後看到我騎車 我來騎一下汽車好了 車子在哪裡 喔 喔 哈哈哈哈 帥喔 代步工具我們的汽車哥在水裡也可以移動超屌的 腿撞 不行 嗯 左鍵是吹油門 甩尾 雙噴 想太多了 啊右鍵是什麼 啊右鍵什麼能力都沒有 好啦 無聊召喚一下而已 這個是題外題外的模組 你想在方舟裡面開汽車嗎 歡迎歡迎 歡迎玩這個科技模組 你就可以使用這台 布加迪威龍 藍色 記住了科技模組 喔 上網去查 絕對查得到 好不好 如果查不到 不要來找我 因為我也不知道 好不好 好啦 我們接下來呢繼續吼 在這裡 喔 我們上次晴天柱已經弄過了嘛 所以說剩下都沒有弄過對不對 剩下的我們今天看有沒有辦法一次全部把他解決掉 我們現在看一下大黃蜂 大黃蜂 直接先給他 加入隊伍 大黃蜂就是這個耳熟人響的那隻 大黃蜂嘛 然後這個大黃蜂看起來好像就是 呃變形金剛一代大黃蜂嘛 是不是 啊奇怪 他明明手上是拿著槍 但是他卻揮刀 完蛋了 這該不會是 行天柱模組的動作吧 右鍵 哇 右鍵的威力還蠻震撼的喔 但是超靠北的打不到 很有震撼力啊 但是我想說 你到底傷害在哪裡啊 他的他的這個威力是直線的 他這個威力的彈道是直線的 然後又不能調整 你要嘛 你要嘛你就只能靠地形 對啊這到底打不打得到啊 我還是左鍵比較快耶 靠他又六千萬 有沒有 C劍 C劍射了兩個 呃 橡皮子彈 橡皮子彈 誰咬我 喔 沒有人咬我 是迅猛龍 好非常好 幹什麼東西 C 我說可以在那邊撒野嗎 是不是 然後什麼劍 沒了 C劍就橡皮子彈兩發 右鍵呢 就大爆炸子彈 砰砰 兩下 欸然後 會不會飛 不會 只能在空中跳而已 然後左鍵就是揮刀 好啦 就這麼簡單 好的 我們把大黃蜂帶回家 大黃蜂站好 我們這邊到時候擺滿機器人 我覺得應該 應該 好 呵呵呵 會很擠吧 然後看起來很爽 有沒有就像自己收集的機器人一樣 一個櫃子裡面都收 都是你的收集品 滿足你的慾望 怎樣 鋼鐵 呃 變形金剛太貴買不起嗎 方舟生存進化模組裝下去 你就可以滿足了 有沒有 你滿足了嗎 看來是還沒有的 來 我們大黃蜂看完了我們看一下卡車 為什麼你要叫卡車呢 果然真的是一台卡車 柯博文的 喔 左 左鍵還可以有說話 右鍵 西鍵 沒功能 哈哈哈 他就帶不工具啊 他就帶不工具而已啊 我把他掉到水裡了 死定了 死定了 呃在水裡還是可以飄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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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沒事 當我沒說 就一台卡車而已 卡車放外面好了啊 他也不能攻擊啊 哈哈哈 科博文卡車 哈開 嗨 大哥啊 你不知道我現在穿 穿 黃金甲你想對我做什麼 幹什麼東西 啊 你不要以為你是方舟裡面的泰克遜魔龍 我就不敢對付你喔 在那邊 好啦 繼續看喔 看來有什麼可以玩 把這裡全部玩完 然後晴天柱已經看過了嘛 對不對 我們接下來就是這個 學 佛烏 學佛烏 學佛烏 佛烏 哎 居然是一台車 啊這個跟那個有什麼兩樣啊 完全沒有兩樣吧 速度挺快的 我可以跳這樣子 好沒事 擺旁邊 這個模組應該可以 針對一些愛車人士 來進行 來進行這個遊戲 愛車人士一定會喜歡這個模組的 你看中間那個 沒事不要理我 好啦我們繼續 就只不過是一台車子而已 沒有什麼 來看一下威政天 威政天就是 那個博派裡面的那個 大佬對不對 看一下 威政天 這個應該是 最後騎士的威政天吧 攻擊 123馬上衝過去 飛三段 還挺帥的 他手上拿什麼 這麼帥氣喔 C劍 他射了什麼鬼東西 直接開槍這樣子 敏捷的機器人 非常之敏捷 可以可以可以 忘記把這關掉了 一右鍵 可以邊移動邊攻擊 有沒有看見 大屠殺 手指揮個兩三下 一個部落就結束了 攻擊範圍真的還蠻廣的我覺得 喔 閃電炮這個我看一下抓一下距離 這樣子呢 他們完全沒反應 給點機會啊 讓我看一下傷害啊 來啊 看來是沒有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攻擊判定 非常的奇怪 非常的吊 算了 我們回家 我們這個 這個什麼 威政天 是我們這個 狂派裡面的boss 那這個 是跟最後騎士是同一個系列的 還是說早期的 早期的 威政天 我就不曉得啊 這隻 這隻我真的不知道 我沒看過 因為我應該是 因為我只有看過 另外一個版本的威政天 我沒有看過這個版本的威政天 也不知道什麼 不知道什麼他的臉上有紅紅的 他是受傷是不是 看一下他的臉 你看他有一半的臉 是這樣子 紅紅的這樣子 感覺像受傷 又感覺又不像 威政天 好啦我們看下一隻 我們繼續看下一個 聲波 我記得聲波好像也是一台機器的 那樣子 真的耶 哇 這個 原來上面那一隻鳥 就是我們那時候在玩的那一隻 靠腰 感覺好像是 變形金剛界裡面的 露西歐 給我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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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樣一億多 又一件是這樣子灰敵啊 是一件呢 哇 哇 這個十字斬帥 可是他把那隻鳥 往地板上砸 感覺有點好笑 你看喔 哈哈哈哈 那隻鳥表示 幹 喔唷 連續傷害 好 昨天就發一個電 好 有電到一億多 是這隻嗎 不是這隻 好被電死了 一億一億一千五百萬 超猛的 這是我們的聲波 好 把聲波放回去 放在我們的邊邊 聲波放這裡 這個應該是屬於狂派那一部分的喔 我覺得這應該屬於狂派那一部分的 就先放著 OK沒問題 他應該是不會追來吧 欸不過我剛剛所召喚出來的都沒有吹口哨 他們都沒反應耶 那那應該是不會再追來 如果不吹的話啦 好我們看完聲波了 接下來還有什麼呢 聲波結束 愛戰爭機器毀滅者 嗯 有多毀滅啊 嗯 小一跳 我 這是哪來的東西啊 哈哈哈哈 前後前後 右鍵 噴火 西鍵 製造一個很大的魚雷 製造一顆很大的魚雷 好八千萬 漂亮喔 右鍵 噴火一億多 這麼的猛 西鍵 恐龍來吧 蹦 哈哈哈哈 直接被壓死了 蹦 哇賽耶 他這邊講的戰爭機器 該不會是某一款遊戲的戰爭機器吧 欸這我倒是沒有看過耶 啊外型就好像一台直升機架在上面那種感覺 啊還是說這個是以前那個我們那個看那個電影有沒有 啊那種機器戰警啊 裡面的裡面的boss 啊是這樣子嗎不知道 而且我還可以站在肩膀上還蠻酷的 毀滅者 帥氣帥氣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後面的 欸 笛諾 啊他這個笛諾沒有辦法選擇一個隊伍或是幹嘛的好奇怪喔 會不會閃退啊 你們試試看 笛諾沒辦法召喚出來 欸好像是可以耶 笛諾有召喚出來因為這邊有一個物件擋住我了 哇 難怪你不能騎 oh my god 這麼大一隻神龍 我可以在你的鼻子上面嗎 有沒有 站上去應該很帥 啊 也太大隻了吧 你是藥吸嗎 我可以穿過去耶 哈哈 我已經在他的嘴裡了 有沒有 你有沒有誇張 啊 你有沒有誇張 這個已經有點類似像那個 孟加 孟加什麼拉德的 我忘記什麼德的 就是那個戰神裡面那隻巨蛇了 已經有點像了 不能騎阿 他沒辦法馴服 然後也沒辦法操作 他就是一隻巨蛇在這邊 看著你 嚇死你這樣子 而且這個話這樣子的話 你寵很遠的地方就可以看得到他的存在了 你就覺得非常的畏懼 或者是說 如果這次玩多人的話 這一隻就是可以拿來當什麼你知道嗎 呃基準點 哈哈哈哈 你人在哪裡 哦我現在在神龍這邊 哈哈哈哈 哦就可以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邊 往神龍這邊過來就對了 啊原來這個遊戲裡面的模組 啊的神龍就是這樣搞的 好我知道了 迪諾看完了 我們看一下巨猿冰人 結果這隻呢 也是不能 呃這隻巨猿冰人 他也是沒有辦法馴服的 看一下 他連動都不能動 這傢伙也是超大隻的 我的天啊 等一下 他會動 他會攻擊人嗎 好像不會 等一下 等一下 我開個尬的模式喔 我怕 OMG 欸他會動欸 哇賽 他比誰都還大隻啊 巨猿冰人 可是他不能馴服啊 等一下血條在哪裡 拉拉滿拉好 血條在下面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有沒有有沒有辦法對得到他 然後就直接強訓啊 CNC沒辦法強訓啊 要不然的話我也強訓了 那這個對不到啊 他走太快了 我要屁眼就進去好了 薩洛斯我來了 你就這樣閃開了是不是 這麼辦法強訓 欸強訓了欸 哇 騎上來了 哇他這隻 不像猿人那樣跑欸 猿人跑步 不是用 用兩隻腳跑嗎 他這是四隻腳欸 他這做實在太帥氣了吧 哇 啊 啊 哇賽 西劍 哇 下冰雹 這個狗死天氣搞的我現在已經有點沒辦法看得清楚路了 欸 玩玩意外的這個巨猿他的跑步居然變得四隻腳 呃四隻在跑啊 我挺意外的 還是說 後後期的那個幫舟員人都是這個樣子啊 哈哈 是這樣子嗎 啊算了不管了 哇 我的傷害真的是頂天的欸 啊如果照這樣子他可以強訓那神龍可不可以啊 哇 穿過去了 哈哈哈哈 欸來救一下我啊 救一下救一下 拉我一下 威正天哥哥 哎呦 威正天拉了我了 行 威正天人真好啊 哇怎麼辦 有了有了起來起來了 我們看遠遠看超大一隻 加上那個迷霧 會嚇死人 啊這可不可以強訓啊 哇 強訓他就消失了 那傢伙無法強訓 喔還是我們這個圓人超帥的 我們這個圓人最帥 冰圓人 那帥到帥炸天欸 天哪 真的很大隻 不是我要講 超可怕 大到一個不行 哇塞 帥到有勝 好吧算了 我們今天差不多先回到這裡結束喔 欸這個就是我們已經暫時 把我們這個科技模組裡面 可以召喚先召喚了 呃下一集沒有意外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直接去 召喚台裡面召喚那些謹慎的 召喚台那些是沒有辦法 從ACM那邊召喚出來 需要等這樣子 就跟我們之前第一集還是第二集一樣 好不好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左下就把訂閱 右下角喜歡 喜歡小朋友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科技模組再見面了 掰掰